我們繼續講到LVCVD的高溫指示器 所以介紹完LVCVD之後呢 要跟大家講那個中隊的就是PCVD 那PCVD也是在壓的環境下 只是它的壓力沒有到LVCVD的問題 LVCVD要到0.1到1時間 而PCVD刀型時間 它的壓力給LVCVD高一點 但它的優點是什麼呢 第一個它壓在裡面的B 第二個它有電加 它會產生自有機 自有機會增加把球產生速度 所以PCVD可以在比較低的溫度 就可以達到到的成績速度 就是因為它有自有機 那PCVD的槍口已經看過非常多遍 那接著就來講 整個CVD當中 最care最care就是階梯覆蓋 State coverage 就是階梯覆蓋 一個CVD呢 在成績的過程中 前面講過 CVD是什麼 原材料跑到基板表面 然後呢它會開始動 它會開始動 那重點原材料跑到表面 再去動一動的時候 遇到可能化學環境形成 活動 而這時候呢 你會看到 活動一般就是這樣 好 前面講過 到達角度越大 arrive angle越大 譬如說這個點 這個點 原材料可以過來的 高達角度高達270度 所以它可以接收到 原材料越多 所以它這邊反應的量會更多 所以成績跟模模比較厚 那反正這裡 這裡原材料可以過來的 到達角度只有90度 所以呢 這裡的原材料可以來的 比較上 所以模模會比較多 而在平面上呢 平坦區呢 到達角度是180度 所以這裡的厚度 會比90度來的厚 大概會比270度來的 薄一點 薄一點 所以就會產生這樣一個形狀 使得什麼呢 到達角度越大的 模模會越厚 到達角度越薄的 模模會越少 那如果說 剛才這個設計呢 就是要從剛剛講的表面 切一一做什麼 如果今天你的 你的 你的 原材料它的 表面提動率 表面切一很快的話 它就算這裡到達 全不搭 它也會很快的 往其他地方流動 當其他 當原材料很容易 在上面流動的時候呢 這個薄膜的 這個薄膜就會越均勻 薄膜就會越均勻 所以你會看到 如果在上面的 跟在側面的厚度 就會不一樣 而一般來講 你的新鮮物最care 就是什麼呢 所以care有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 平面 跟垂直面 它們到達角度都是180度 但是一個是上移面 一個是側面 平面跟側面的厚度差 這是第一種的care 第二個是什麼呢 270度的地方 這塊特別厚 凸出來的這一塊 也是只有旋圖 這個旋圖呢很重要 因為這個旋圖如果很嚴重的話 最後這個洞會被封起來 因為這兩個旋圖 靠在一起的時候 洞就會 這上面的洞 孔就被封住 只要一被封住 後面的原材料就進不來 那這裡就會留下一個 孔隙 如果你的結構是很密集 然後這奉獻很小 最害怕的就是這個旋圖 把上面的孔隙給鋒住 原材料進不來 那這裡就會留下一個 同期口頭 我們希望可以達到什麼呢 希望可以達到 第一個 沒有旋圖規模組在一起 要人都擋開 第二個 側面的厚度 跟表面的厚度 盡量可以保持均質性 就是一樣比較好 那整個就稱之為階梯覆蓋 就好像這一點 有一個step 整個階梯覆蓋好不好 一般的我們希望很完美的是 從頭髮外的厚度都一模一樣 是最完美的 我們最希望的就是 這個的厚度跟側這個的厚度 跟上面的厚度 希望三整都要一模一樣 但是這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最常看到的情況是什麼 基板是一個材料 這個結構是另外一種材料 而材料跟材料只要是不一樣的 同一個原材料附著到基板 就附著在結構上面 因為這兩個材料 我看到表面的切衣 自然也會有些許的不太一樣 其實是相同的原材料 相同的原材料 它不同的材料表面 它跟表面的切衣 也會有些許的不同 所以我都是覺得 第一想說 大概是半分之半的階梯覆蓋 但實際上一定會有點差 一定會有差 在不同的基材材料上面 它的表面的切衣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 這一個新的階梯覆蓋 也許絕於到達的 而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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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colored 以在人材料表面的切衣 而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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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什麼呢 這邊的後度就不至於過於累積 所謂累積就代表什麼呢 原材料到了這邊跑得很慢 而另外的原材料又過來了 他看來不及跑 他就形成薄膜 來不及跑就形成薄膜 最後這裡的膜就越來越厚 越來越厚 但是如果來了西部就可以馬上一動 那他這裡累積的後度跟旁邊的後度 差異就有可能不會太大 所以呢 影響界一附蓋的最主要就是 第一個 到達角度就跟你的表面結構很快 表面結構很快 第二個就是表面結衣 表面結衣跟你使用的原材料有關係 跟你的原材料的選擇有關係 那到達角度可以靠著控制呢 你可以藉由10顆製成來控制 比如說原本洞很小的 我可以故意怎樣呢 用10顆的過程把上面的洞打得比較大一點 那這樣的話呢 洞越大它第一個它要塞成有越不好塞 以及第二個到達角度會比較消滅 這樣的到達角度是270度 然後這樣的到達角度呢 就消於270度了 這就叫270度了 因為這個盾角度 這個角度大於90度 那剩下的角度就會消於270度了 所以一般 一般在做康佩的時候 那在做10顆的時候 比較prefer的形狀 不是自己的 比較prefer的反而是有點開口 也有點開口 也有點開口 可以確保上面的開口比較大 比較不容易封住這個洞 第二個開口越大 角度越斜 這個到達角度就會比較消滅 到達角度就會越消滅 到達角度越消滅 到達角度越消滅 就比較不容易發生懸突 所以一般在配10顆的時候呢 都會10顆出這種taper的形狀 比較塌你的形狀 就是怕會有懸突 因為懸突的產生 就是因為到達角度效果跟欠益率不好 所造成的 所以懸突會由於比較大的到達角度 長得比較快 就會產生懸突出外 那不出物盆就會封密 和間隙的空洞 間隙的空洞 間隙的空洞很快就被封住 封住之後呢 後面就會形成空洞 後面的原材料就進不去 就像這個樣子 你在沉積的過程中 這裡的懸突越來越重 再繼續長大 長大的感覺 兩個要merge 一merge之後呢 這裡的空洞就形成了 這裡的空洞就形成了 而空洞的形成就會造成什麼呢 你原材的良綠跟客套路 可能會出問題 所以如果要能夠解決 這個阶梯覆蓋的問題呢 第一個做法最簡單就是什麼樣子 壓力降低 降低壓力 同的時間上面 空氣分數會變得比較少 壓力配備代表什麼呢 從這個champing pay的 氣體分數會比較少一點 比較少的話呢 它的大麻角度 雖然來得多 至少量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空氣分數量少 空氣分數量少 空氣分數量少 代表什麼呢 它比較不容易 遇到 原材料分數量比較不容易遇到 產生化學反應 就在這裏西部之後呢 你還要有一段時間去找 找到你的另外一半 再產生化學反應 它可以降低什麼呢 降低反應的時間 增長反應時間 增長反應時間 所以在它反應之前呢 它還有時間移動 所以壓力降低 是為了讓空氣分數變少 原材料的密度少一點 使得其實在西部代氣氛表面 它也不至於 馬上就會發出反應 因為 分子少 所以呢 代表代表自作 它沒有遇到一個 要拉磁化學反應的原材料 它就開始要移動症 降低它碰到化學反應的氣味 讓降低原材料跟原材料之間 因為數量少不容易移動 所以反而給它時間讓它平 所以降低壓力就是降低 降低壓力就是增加平均自由路徑 增加平均自由路徑 就是讓它怎樣呢 在控狀之前 在材料跟材料控狀之前 它可以走的距離比較長 那它就不會 它就比較穩定 累積在同一個地方 它就可以比較分散 所以 接一步概率要改善 第一個壓力降低 第二個什麼呢 改變到達角度 就是時刻的過程 把原來很垂直的洞 施成比較平均性一點 比較大開拓一點點 來減少到達角度 那主要 其實最重要的關鍵 也是一個表面簽譽 所以最好想找什麼呢 直接找高表面簽譽的原材料 高表面簽譽的原材料 因為我剛才講過 同樣是二氧大型的貨 你可以選擇三連加奧 三連加奧 也可以選擇 起歐斯 而起歐斯的表面簽譽 會比三連加奧 或三連加奧 來得好 好 那還有就是這裡壓力 你會看到 長壓很稠 低壓可能比較好 比較好 那如果是高表面簽譽 那就是五萬幾 好 因為表面簽譽不好 所以才選擇低壓 只要你的表面簽譽 是好的 你不用太低壓也可以 但是問題是沒有那麼好的 參加表面簽譽很好 就基本上都在低壓操作 如果你還選擇了長壓 哇 你就變成苗鼠了 像到達角度 大的地方空出來 到達角度 把他撈錢下去 最後變成一顆老鼠的形狀 就變成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要低壓 為什麼要介定出耐力 為什麼需要很高的表面簽譽 就只會認識Name Average 形狀要高壓 而表面簽譽是有什麼決定呢 主要是從原材料化學性質有關 那大概是因為晶圓的表面溫度有關 因為最終原材料是心在晶圓表面的 所以他跟原材料的材料就是有關 也跟晶圓表面溫度有關 那還有一種辦法 可以讓他表面簽譽正好 是什麼呢 邊塵機邊風機 表面前一滴叉里面讲的是我原材料付出在前面表面后 我就像被吸住没办法动一样 就好像被他帮领住了他会移动 只要可以让你可以移动呢 我在沉浸的过程中我加一个领子红击 一加领子红击这个原材料就不会被固定在某个地方 他一被红击之后呢 就可以提供能量让材料从表面的地方释放 再进步的移动 就好像有东西怪我说 唉 吸上去就不太动 轟他一下他会释放出来就是装出来的时候 他会在强行阵子 好 这样子 就是用粒子红击来辅助原材料 让原材料不要固定在某个地方 抖起来 就好像边遮那里來 打他把间接拿到 here 让他可以继续移动 让原材料继续移动 增加表面前一律 好,那這次舉個例子 圓兒在沉積的孔隙是很垂直的 怎麼辦呢,我們就這樣很維持的旋徒 所以叫把開口加大 所以一般的話會用亞歷姿劍度 故意把開口打打臉 開口打打臉,就很容易這樣沉積上來 所以一般而言呢,在做間隙 在做這種間隙很小的鐵空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邊沉積邊十顆,再沉積再十顆 只要是到達角度大的地方,會空氣的時候也會空的比較大 那大達角度小的地方,空氣就會比較小一點 因為大達角度越大,代表什麼呢,它接收到的離子空氣也會比較容易 所以最常使用的辦法就是利用這種 一邊沉積,一邊十顆,再沉積 我沉積,沉積,欸,到達角度越大了,學徒要出現了 我就停止沉積,我用空氣 空氣把學徒出來的地方空掉 空掉之後再沉積,然後再沉積,再沉積 所以就變這樣,沉積,空氣,沉積 這樣子,沉積,沉積 那如果你的運氣很好,選到一個表面牽液很高的一個材料 那心力撥破就會有很好的階級覆蓋 你可以看到,整個撥破的厚度都保持得很均勻 保持得很均勻 並且比較不會有旋渡,不會有旋渡就比較會有好的階級填積 那高密度電降就是有這種造型的講的 邊沉積,邊風氣 高密度電降的化學技巧成績,稱作為HDPCBB 它是在很低壓的管制下 高密度的電降可以產生很重的離子攻擊 因為電降密度越大 它的翹層電會不會越大,翹層電會越大,離子攻擊的強度也會越大 它可以不斷地削除旋渡的成績 保持你的開口是傾斜的 就會讓人到腳步比較大 然後由屁股成長,上 就變成這樣子的形狀 你會看到,原本是這樣子的間隙 然後越沉積越上,越沉積越上 厚度越高,越來越高 那你會看到為什麼這兩次都沒有成長 因為在成長過程中,兩次都被離子攻擊的消掉 再成長,消掉再成長 所以上面的形狀都不太變 因為會被消掉,會被消掉 那什麼來決定表面千里育呢? 原材料表面千里育主要是受到它吸附力的左右操控 我超像的 一般原材料不到,到清原表面後 產生吸附,有兩種吸附 一種叫化學吸附,一種叫物理吸附 化學吸附,吸附力很強 吸附力越強就代表它變成千里育會越長 因為吸太緊了,它就比較會動 那吸的弱一點的話,它就比較會動 所以物理吸附的表面千里育會比較好 化學吸附的表面千里育會很不好 就不需要有什麼問題,讓它再繼續進行 所以你們看到 化學吸附指的是 羈絆表面的原材料形成化學,反而變成化學劍 化學劍很強,所以化學吸附的表現率就很低 所以你必須要靠你指風擊來破壞化學劍 讓它從表面釋放出來 繼續移動,形成表面千里育 所以化學吸附的原材料,它的表面千里育會很差 所以出來的階級負擔就會不好 反之,物理吸附的原材料,它的束縛能就比較弱 化學吸附的束縛能很強 物理吸附的束縛能比較弱 所以它比較會容易移動 給它一個弱的人,它就可以移動 所以物理吸附的強度比化學吸附的弱 只要有400度的加熱或是部分的小瓶子的東西 就可以讓大量的物理吸附的原材料可以表現失望 離開幾百分之一 所以我們要找原材料的新鮮性化學吸附為主 好 而在所有材料裡面當中呢 最常看到的就是這材料 甲瓦 為什麼呢 絕原成的SIH4 氧化系 氮化系 阿斯胎傳 或者是半道理材料的系 所有道原材料呢 絕大部分都會有 甲瓦 SIH4 而甲瓦非常好用 為什麼呢 因為信心間接很固 信心間接很固 只要你還給電漿 Power 或是給它一些溫度 它就會產生裂景 產生裂景就會釋放出 失禮痕出來 好 而它的缺點是什麼呢 首先 散熱可能會用高溫分解 或電漿分解 才SH 才SH 或是SI 這些都是怎樣呢 活性很高的自由氣 化學活性很高 因為它這個氢劍很容易斷掉 斷掉之後就有不完美劍結 不完美劍結的化學活性就很強 因為它就很強 就是別人產生反應形成的劍結 所以呢 它產生的化學吸附跟化學劍就很容易形成 那就很容易變成化學吸附的化學劍 所以甲瓦的表面劍率很高 所以甲瓦 來人家一細碗說什麼 是細碗就甲瓦 以細碗為主的界限質的補貌呢 很容易在接近的角度產生懸固 很差的界隙覆蓋 所以使用細碗的材料 所沉積出來的補貌呢 它的界隙覆蓋不好 所以要嘛就是你直接沉積是一個平坦沒有形狀的表面 要用一個銅細比較大一個的形狀的感變結構 否則的話只要你要做填充的話 用細碗的派 細碗的派 細碗很容易紅這樣增加 所以如果今天你要沉積的絕緣成是二氧化系的話 你又要表面牽筆好 就不要選擇細碗 不要選擇三A 而選擇什麼呢 TILS 4E氧基細碗 4E氧基細碗是什麼呢 你有沒有看到 4E氧基細碗你看 它就是這樣的形狀 旁邊都沒有斷腱 旁邊都沒有斷腱 所以它跟這個高分子材料 吸附到靜原表面之後 它是物理吸附的形式 因為它本身沒有任何的斷腱 所以它跟SLEEP一結合是個物理吸附 它不是產生化學電腱 它是物理吸附 所以它沒有很高的表面牽筆 然後呢 再用熱 高溫的熱 讓它裂解旁邊的 C部 H5 裂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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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留下中間的S3O 把中間的S3O留下來 旁邊的全部裂解 變成氣態的 副產物 早上留下二氧化系 而TOS在室溫的時候是TB 所以一般會是加熱 氣化納石後呢 變成其他原材料 才會通到入管裡面 TOS的兩個限量 所以照理來講 如果它吃冷氣的時候 二氧化系相關的材料 就盡量去用TOS 但是TOS能夾 不是夾碗 細碗 夾碗的細碗 我們口誤 細碗 差別什麼呢 細碗很便宜 TOS比細碗很貴 一分錢更多 TOS比較貴 所以你用TOS來承機二氧化系 你的成本會比使用細碗來得到 傳統二氧化系是用細碗 加上N2O 或加5 但是它的成本 比TOS低 TOS比較貴 但是這TOS的建立覆蓋比較好 所以就看你口袋 需不需要幫你解 那TOS是液態的 所以要先把它加熱 加一用熱包 什麼熱費 是氣泡豬磨石 這種 威嚇 這邊就有吸引物 不管是哪一種 說出來就是要把它加熱 把TOS從液態加熱成氫碳 氣泰還要再收到反應腔裡面去 就有點像是我們在加熱之前講的 COCO POCO水一樣 POCO水 POCO 再試我一點事情看 你也是要把加熱 然後再通個小蛋 就是載入氣 載氣 然後把它吹出來 然後送到 入管裡面去 TOS也是有這種做法 好 第二個 我們講到 表面嵌癒了 除了吸附力之外 他講過吸附力分為 錄影吸附跟化學吸附 另外一個就是粘腹係數 粘腹係數 其實他跟前面講的那個 什麼 物理輸入跟化學屏股 有點雷同 其實講出來就是什麼呢 吸在表面 總不容易粘腹出在 肌膀表面 那 粘腹係數月負就代表什麼呢 就好像這個東西 它粘力不好 粘力不好 一粘上去 它粘得不緊 粘腹係數 表面嵌癒就比較高 粘腹係數 粘腹係數是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吸附力 是 原力 但是最後算出來的就是 粘腹係數 吸附力是影響 粘腹係數的其中一個條件 可以啊 所以產生化學劍的 表面吸附力越強的 粘腹係數就會越大 粘腹係數是一個最後總和的結果 因為你可能還打磁子嘛 打磁子弘擊嘛 所以呢可能是什麼呢 原材料加磁子弘擊 可以讓它吸附力變強 而吸附力的角色來自於什麼呢 可能是磁子弘擊 而材料吸附力可能很強 吸附力強 粘腹係數就很大 但是打磁子弘擊 就可以讓粘腹係數降低 所以材料的粘腹係數 其實就跟前面講的 吸附力有關 而 細碗的粘腹係數 呃 細碗本色的粘腹係數 但是它要裂解出來的 不完美間接 或是只有體粘腹係數就很高 這就有差 所以代表什麼呢 我們希望衝進去的細碗 不要在空氣中就裂解成 SI5跟SI 我們希望它是怎樣呢 擴張到氫圓表面 還是以細碗的形式 因為這時候細碗還是完整的見解 一個細配四個性 它還是沒有斷件 只有你細碗的 分子的結構 到氫圓表面 然後在表面移動 然後再經過熱的裂解 清出去 形成SI5跟SI 再停在裡面 但是如果你溫度太高 就有這個缺點 它在空氣中就裂解成這樣 在吸收到氫圓表面 能結體覆蓋力多好 所以影響到結體覆蓋力 除了壓力之外 溫度也很重要 因為溫度會影響到你 通勤來的原材料 你看 細碗的 零部吸數低 可是一旦它裂解之後 產生出來的 SH和SH 零部吸數就很高了 所以店家說產生這個 連呼吸數就很高了 所以呢 你就知道 如果你使用PCE 撞出很多自由氣 自由氣就是 汽車下的反應 所以PCD的接近負擔率 可能就不會很好 PCD也連呼吸數就不好 除非你有PCD變重 你還給它額外的 歷史攻擊 那才有機會比較好 好 所以 選中4號的原材料 GOS跟WF6 連呼吸數低 所以不要再限於越來越高 所以 GOS的氧化物會比 SALEN的氧化物有更好的切機覆蓋力 有更好的切機覆蓋力 自然會有更好的切機覆蓋力 好 因爲在我們以後的 倒建機器之間去 這個就使用GOS 這個就是使用GOS 原材料產品出來的 這個使用的是細碗 長出來的 你們會看到 利用GOS出來的 接近負擔率比較漂亮 利用細碗出來的 就會有這種 無形的懸吐出來 雖然這個也不錯啦 也不錯啦 但這個更漂亮 這個更漂亮 所以你看 不同的原材料 黏膚吸數不一樣 你是完整間界的時候 黏膚吸數是最低的 是最好的 可是當在有不完美間界的時候 黏膚吸數就會高起來 化學活性越強 黏膚吸數就會越高 化學吸數率就會越高 黏膚吸數就會越高 他的表面清晶就會越低 那GOS的WF6 他的黏膚吸數都很強 他本身就是一個完美中心的 他不會產生 化學吸數 他主要是物理吸數 所以他會有很好的 結晶 概於 空隙 空隙 充分的力 好 再來講到的是化學反應 整個CDE的化學反應數率 主要有誰統治呢 第一個 是火化能 不同的化學反應 需要火化能 第二個 是什麼 溫度 第二個就是 製成溫度 所以你會看到 溫度越高的 反應數度就越快 或者說火化能越低的 反應數度越快 火化呢 指的就是 你需要產生這個反應 你所需要的能量 你要一產生反應 你會需要能量 而產生反應所需要能量越低 就越容易產生反應 你要產生這個反應 需要能量越高 就代表越不容易發生反應 所以火化呢 是一個產生反應 從原材料 要變到化學反應形成負產物 所需要化過的 能量差 原材料穩定狀態 你沒有給它能量的時候 原材料被依次直接 不會產生化學反應 你必須要給它能量 這個能量哪裡來 溫度 只要給它能量度夠高 讓它原材料獲得 高於火化能量的能量 它就會產生化學反應 形成負產物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火化的原題 化學反應就越容易 化學反應越容易 它就容易形成 所以 感電溫度可以影響 很大的化學反應數據 溫度是我們影響 化學反應數據最直接的產數 溫度越高 化學反應數據就會越快 溫度越低 化學反應數據就會越 越慢 而前面剛剛講過 整個CPD的過程是什麼 原材料進來 它要先擴散到 精緣表面 在精緣表面吸附之後呢 還要等它產生 化學反應 所以這時候就來 當 Y 總是 磅膜的沉積速率 取Nature Log S 總是溫度的倒數 代表什麼呢 這裡是低溫 這裡是高溫 彎度比較低的時候 化學反應數據 磅膜 代表什麼呢 我原材料都已經吸附到精緣表面了 但是我的活摩 還沒有產生 我的活摩產生靠它的滑水 反應數據 主導 代表什麼呢 我來了很多客人 但是我沒有 我的反應數據 不是嗎 我是嗎 我要承擋 反應似乎 活摩的速度 即使你原材都要到了 但是我的反應數據 使得怎樣呢 這時候我的反應數據 我必須要以高溫度 溫度越高 我的反應數據 就會 會先輕上升 當然 陳俊書醫師請 內袖用 很乖 早前提的倒數 可是當我的溫度 夠高之後 變成什麼呢 你會看到 這時候 這時候 你的活摩承擋 速度跟溫度 就比較有力量 為什麼 因為當我的溫度夠高 情況下 我跨於書醫很快 變成怎樣呢 你來個就殺一個 來個就殺一雙 變成 我已經反應完了 你下一個 你下一個 才能還沒到我這邊 我根本不知道 我根本就平常撥默了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地方 是我的化學反應速度 已經很快 而影響到我 化學反應速度 影響到我 我活摩承擋速度 就是什麼呢 你的氣體的供應 也就是你 你氣體通勁 你的原材料通勁相比之後呢 它會遲量傳輸 也就是這樣 氣體分子會擴散 擴散速度 會影響到我的成長速度 而不是化學反應 因為我溫度已經夠高 我只要你碰到這個氣體 這個氣體一來到 已經很容易 我會把他反應 要先用多摩 我的反應速度已經太快了 這時候影響到我的速度 就是你氣體來的速度 你氣體來的速度 就會影響到我的 反應速度 就會有這兩個區域 溫度低的時候呢 我氣體就讓它到了 回來了 不起反應 溫度越高了 我反應很快 快到 說我已經 純粽都吃完了 你後續的氣體還沒啊 那在糟油會怎樣呢 溫度再高一點就會出現 很不想要的現象是什麼 我們前面講過 我們希望原材料 吸不到氣體裡面 才發生化學反應 可是如果有溫度高到 我看到氣體的溫度太高 溫度是怎樣呢 我氣體衝進去 它就在空氣中 就傳到發學反應 形成微粒 就變成污染物 它的滑膜就不是在 經驗方面產生 而是在 氣體內部 就產生了 就變成 不連續的 滑膜 或是不連續的顆粒 最後就會污染整個 chamber 污染整個微粒 形成很多的 拉 這叫做氣象是核鬚 因為在氣態中 它就已經成合了 不是放氣氛表面才成合 所以你會知道 表面反應區 是因為發覺反應速率太慢 跟不上原材料的 破散速率跟吸附速率 所以原材料會累積在 氣氛表面 登陰反應 因為你的反應太慢 所以要是要增加你的反應速率呢 你就要靠你的表面 發覺反應速率 你就要增加溫度 增加溫度才可以增加速率 所以你會看到 整個沉積速率 或是化學反應速率 的沉上一些其他的因子 分別是什麼因子呢 吸附力 吸附材料的吸附力 跟什麼的材料的濃度 有關 所以表面反應區域的時候 沉積速率會不會很明幹 因為它主要是取決於化學反應速率 所以一般的吸附力在成長的時候 會不會選擇 籌作這個區域 基本上 它會選擇籌作這個區域 因為這個區域對沉積溫度很明顯 代表什麼呢 你呢如果的溫度只要差一點 速率就會有差 那沉積出來的浮墨的 每一次渡出來的浮墨的厚度就會不太一樣 因為溫度差個 差個兩三度 低個兩三度 你講到化學反應速率太多的話 那你每一次沉積出來的浮墨的厚度可能就會不一樣 代表什麼呢 支持個無差的比較難 所以一般如果曾經不會選擇 在 表面 表面反應控制區域 反而會控制在 第二階段 比較不敏感的區域 那這時候就算溫度出現 你厚度或是你速度的每個A選也能像 也能像 這是為了穩定 薄薄穩定 所以一般都會控制在這個區域 質量傳出區域 質量傳出區域是表面的話 發覺反應速度已經很快 所以我多過的行程呢 被誰卡住了 被卡住在 原材料的行程 我表面發覺速度很高 所以發覺原材料 一吸到清香機板 我就馬上成為反應 所以我們必須要等什麼呢 成績書就不再選擇 表面反應 只是選擇 什麼呢 跨局原材料 什麼受騙 什麼身邊擴散 經過編結起來 清不到清白表面 就會變成這樣子 在質量傳出區域 成績書就溫度就不一樣 對溫度就不一樣 所以呢 所以呢 對製程浮墨厚度的控制而言 這個區域是浮墨厚 厚度比較好控制 但它的缺點是什麼 化學反應速度就代表什麼呢 它的表面牽液率 喔 表面牽液率不好 代表什麼 因為它一大表面被化學反應掉了 所以呢 溫度越高 接近覆蓋的話 接近覆蓋的話 所以一般的就考驗你們的自身動力 所以一般的也呢 如果今天要往高難度挑戰 你需要表面經濟覆蓋好 你的溫度就會降低 而溫度降低呢 它又活過的生成速度又跟溫度很敏感 那就取決於從呢 製程的人 設備的人 溫度控制要很精準 它就會很穩定的保持肌體的品質 所以呢工程師不好當的 大家都要求我要經濟覆蓋 那根據精神經濟覆蓋蓋的話 你的自身環境就要很穩定 溫度就要很穩定 或者出來紅墨的紅墨就會變 所以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不好控制 就是這樣子 溫度很低的時候就溫度很敏感 但是階級覆蓋會比較好 溫度很高的時候 我們成績速率很穩定 而也很快 對溫度不敏感 但是速度很快 代表它階級覆蓋就不好 太快反應來不及讓它 乘河移動 或是吸附後移動 我沒有什麼自己給它移動 所以 大部分單電晶圓的反應都設在 實際上傳輸區 因為什麼呢 因為控制溫度跟控制氣體的量 比較起來的話 控制氣體的量也控制溫度不容易 因為槍體的 因為槍體的溫度在控制的時候很 說實在要看你的敏感度 你溫度可能差個一兩度 可是氣體的量差一點會差很多 所以 化學反應器呢 大部分都希望稍後在 對溫度比較沒那麼敏感的 質量傳輸區 因為都認為控制氣體 比控制溫度還要來得容易 那 在過程中呢 你會產生許多 裂解出很多的化學自由 期待 正快把化學反應速度 如果你有電漿的話就更好 所以如果要同時達到 你是處在質量傳輸區域 又希望溫度低一點怎麼辦 那就是PCD PCD可以在低溫的情況下 就達到質量傳輸區域 因為質量傳輸區域就代表什麼呢 質量傳輸區域就代表在這個環境下 會有化學反應速度壞 所以才會被氣體做控制 那什麼樣的情況下 可以在低溫就達到質量傳輸區域呢 就是要大快提高 然後去化學反應速度 那就在低溫的情況下 產生自由基 那靠的就是什麼 就是要靠電漿 或許是怎樣呢 不穩定的化學原材料 比如說臭氧 O3是不穩定的 O3很容易裂解出 O2的自由基跟氧氣 臭氧很容易裂解 一般的氧氣跟氧自由基 所以臭氧本身呢 你放著放著 它馬上直接會裂化 就會裂化 就會裂解出來 所以 不穩定的化學反應度 也很容易產生化學的自由基 就像臭氧 在低溫的環境下 也會達到高的化學反應速度 對溫度為主感 這是臭氧 不過大家都不會選用像臭氧 這類的東西 氣氧都希望找到穩定的氣氧 我們希望靠自人為來改變它 就是利用電漿來改變它 希望它在儲存的時候是努力的 我要使用你的時候 你才可以受我的操作和改變你的肯定性 是最好的 所以可以看到 整個半導力工業最常使用的界限制螺墨 就是以細為清楚的 氧化系 氮化系 譬如說是氮氧 氮化物 氮化物 如果是Low K的話 通常後段的 金屬連接線的絕緣層 就會差了一些 Tab 或者是讓它起來 很動化 比較鬆散的 SICOH 來降低它的K值 那這裡就有氧化系跟氮化系的比較 氧化系呢 它的界限強度 跟氮化系比較一樣 都很高 但是攝氮見解會比較強 攝氮見解都很強 所以兩個接連強度都會得到 但是二氧化系的K值是3D 氮化系是7 怎麼用 那氧化系的缺點就是 它對水跟氮濾質的資料 能力不好 也就是如果今天沒有 金族、金族、金族、索月族 假、那、那、這些例子 它很容易穿透 氮化系 但是氮化系很致命 氮化系本身很致命 越致命的東西呢 水氣跟氮濾質 就不容易穿透它 它就可以當平好的阻擋性 所以氮化系通常是用在最後一組的阻擋性 它比較不惜用放在前面 因為氮化系的區域就是 界電 界電層數比較高 界電層數越高 它就會造成 電路在放的時候 後段的R性開機類 因爲K值越高 電容值會越大 電容值越大 就不利於 電訊號的到處操作 因爲它會造作大的R性開機類 跟電子區有關 再來是什麼呢 紫外線容易穿透兩化系 但是單化系可以擋住部分的紫外線 很好 所以單化系的保護力道比較強 但缺點是K值高 所以它通常用在最後一層才用它 而前面的IMV Intermatal代理群 或是Intermatal類 或者是Intermatal代理群 都會去用氮化系 或者是把它可以再降低一點 採渣一些碳跟氫氣 那整個製程上都呢 前面講過 SEI SEI就需要 Isolation 溝槽挖出來之後 就要去DM 2R化系 而你能溝槽如果孔洞很小的話 你就要用TOS去承搭 或者是用HDD去承搭 那這個通常是用在怎樣呢 製程技術越前面 你需要縮短越小的面積的時候 你就需要越來越HDR 因爲我們前面講過 HDR是原件跟原件之間的 Exolation 這就是原件 這是另一個原件 然後這是另一個原件 這是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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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Isolation Isolation 然後做一個電力 做一個電力 當電路尺寸在微小化的過程中 我們都希望這樣 STI寬定 也要越小越好 你隔絕的地方如果 用的很大面積就很狼狽 你希望每一個透天跟透天之間 每個電力跟電力之間 都要有隔絕 但是隔絕的面積又不要太大 因為它會消耗你 晶片上的面積 所以我們都希望這裡 越小越好 可是越小就代表什麼呢 你挖的孔洞就會很小 挖的孔洞就會很小 在最後填R再填進去的時候 很容易又產生什麼呢 產生血液 所以這時候就造一個什麼 表面切領率高的做法 那這做法有什麼 要嘛就是使用COS 要嘛就是使用什麼呢 用HPT CBD 就是邊沉寂邊攻擊 沉寂風景在南京 主要就是用這兩個做法 或者是使用什麼 高表面切領率的原材料 比如說湊圓 這種東西 所以這裡就拿來 所以我們查在使用的要就是 TILS的材料 或者是HPT 行 來填充 這個東西 好我們這邊邊充填一下